每日来到主人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圣灵如鸽子降下 参考经文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 你有没有想过 圣灵在新约圣经里头 第一次出现 为什么会以鸽子的形象降下 圣灵若是以代表 权势和能力的突音 或老音的形式降下 岂不给人更深刻的印象吗 这个答案 我们可以在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当中找到 神在这里介绍称赞他的仆人 应许把灵降在他身上 并且差遣他将功力传给外邦 那么要以什么方式来达成使命呢 不是依靠权势和能力 乃是借着仆人的圣洁 温柔和谦和来成就 如经上所说 压伤的锣尾 他不折断 江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 这个预言已经成就了 其中的一部分 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应验的 当时圣灵向鸽子降下 这表明耶稣爱软弱的人 看顾受苦的人 最重要的是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耶稣说 反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的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耶稣受洗的时候 父神以此生肯定他爱子的使命 又称耶稣为他所喜悦的 借着住在我们生命中的圣灵 我们明白自己能与父神和好 乃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 愿我们每一天都活在这平安的应许里 让我们一起祷告 圣灵啊 求你像鸽子一样 降临我们身上 愿你的同在带来生命平安 好使我们能与世人分享 耶稣的平安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